第一個就是你走路的時候要遵循從腳跟滾到腳尖的原理 你的每一個步伐都要很紮實的從腳跟踩到腳掌 最後從腳尖滑出去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推進力盡量要來自大腿後側跟屁股的肌肉往前推 再來我們往上看的是身體的重心 那身體的重心最好就是 如果說有一條牽垂線在這邊的話 我們的頭頂跟我們的身體的重量 剛好就放在我們的骨盆的正上方 讓脊椎盡量是呈現最好的自然的弧度 再來就是檢查你在走路的時候呢 手臂有沒有出現擺動的動作 我在前面已經有提到說 我們往前的推進力是來自屁股跟大腿後側的力量 那如果你是來自這邊的力量 你的腰椎跟整個脊椎會帶出旋轉的動作 我們的胸椎也會跟著有旋轉 那也會連帶的帶動我們的肩膀 做出擺動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手臂一定會擺動 哈囉大家好我是Veronica 今天要來教大家 什麼樣才是正確的走路姿勢 那我今天會分享四個步驟 讓大家慢慢去改正自己的走路型態 那其實呢我今天會在網路上分享這些小嘗試呢 有一部分的來源是物理治療專業的書籍 跟我自己臨床上面的經驗把它統合起來的 我會盡量把這些資訊簡單化 是希望說大家可以很容易懂又可以很好的應用 可是其實這些小嘗試背後的理論跟力學是非常複雜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我會把這次的書籍來源放在下方 大家再去看看囉 第一個就是你走路的時候呢 要遵循從腳跟滾到腳尖的原理 你的每一個步法呢 都要很紮實的從腳跟踩到腳掌 最後從腳尖滑出去 就讓你的腳像汽車的輪胎一樣那樣子滾動 那為什麼要那樣子呢 因為我們的足底 有一個大名鼎鼎的足底筋膜 那這條足底筋膜其實是非常的粗厚的 當我們往前踩 從腳跟踩到腳掌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足底筋膜在下面 會因為我們重量的受壓 讓它被拉長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前走到腳尖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足底會墊起來 讓骨頭跟肌肉的形變 使得足底筋膜縮短 這樣子拉長縮短的過程呢 就可以產生往前的推進力 這個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windless effect 所以說人類的腳真的是偉大的發明 我們只需要靠骨頭的形變 就能夠產生往前的動力 根本不需要耗費其他的能量 但是呢 唯有你走過這樣子的路徑 才能夠真的啟動windless effect 所以一定要從腳跟踩到腳掌上面的足弓 最後從大拇指跟二拇指的中間 力量順出去 如果說你走路像外巴的方法這樣在走路 或是說你走路的感覺像拖在地板上 像鴨子整個腳掌拿起來的這個方法 那就沒有辦法產生windless effect 反而會在我們的足底肌膜 一直呈現繃緊扭到的狀態 那當然會產生足底肌膜炎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在走路的時候呢 推進力盡量要來自大腿後側跟屁股的肌肉往前推 那很多人都覺得走路就是把大腿往前抬起來 可是其實這樣子是很耗能的 你們現在可以站起來試試看 如果你的推進力是來自屁股跟大腿後側的話 你的大腿往前抬起來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完全不需要耗費任何的力氣去做 另外如果你真的是用大腿跟屁股往前推的話 你的腰部跟你整個脊椎都會產生旋轉的動作 那像這樣的關節連動 可以幫助我們分散很多身體上的壓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久坐的人呢一定要常常去拉大腿前側的筋 因為久坐之後呢 你的骨似頭肌跟看腰肌這些前側肌肉都會變得非常緊 會讓我們屁股跟後側肌肉力量又不出來 那長久下來你走路就會失能 你很多的力量都會被壓在骨盆跟髖關節這一帶 當然就會造成不舒服囉 再來我們往上看的是身體的重心 那身體的重心最好就是 如果說有一條牽垂線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頭頂跟我們的身體的重量 剛好就放在我們的骨盆的正上方 讓脊椎盡量是呈現最好的自然的弧度 可是如果說你的重心偏太後面的話 就像你長期坐著躺在後面一樣 這樣子走路的話 其實久了也會讓我們的腰椎受壓 也會讓我們的下肢的肌肉過勞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呢 要盡量微收小幅把核心穩住之後呢 這樣子可以減壓我們脊椎的壓力 也可以降低我們下肢肌肉的疲勞度 再來就是檢查你在走路的時候呢 手臂有沒有出現擺動的動作 我在前面已經有提到說 我們往前的推進力是來自屁股跟大腿後側的力量 那如果你是來自這邊的力量 你的腰椎跟整個脊椎會帶出旋轉的動作 我們的胸椎也會跟著有旋轉 那也會連帶的帶動我們的肩膀做出擺動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手臂一定會擺動 這也是我們常常在檢查走路姿勢的時候 第一個最常容易看到的問題 那如果你的手臂在走路的時候 並沒有擺動的動作 很有可能就是走路姿勢出問題了 那就要回過頭來去檢查 下半身的推進力是不是有問題喔 好 平常我在調整大家走路姿勢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很驚訝說 原來走路要出這麼多的力氣喔 可是對於一個平常姿勢就很好的人來說 走路是一點都不費力的 但是如果你的脊椎跟你的髋關節都已經僵硬太久了 你又要重新的去適應一個比較好的走路形態的話 你的肌肉本來就需要一個適應期去調整你的骨頭 所以一開始會累會需要處理是非常正常的 只要可能願意開始改變連續七天就會發現走路會越來越不累喔 大腿的迷路可以來到床上 根石頭大腿的執路上